在张志忠的陪同下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来到广西柳州 下榻于杨角山 在柳州军事会议期间 张志忠使客以蒋介石的安全为己任 当时蒋介石行踪不密 被日本间谍争支 用无线电通知飞机前来空袭 上午11点左右 正在开会时 突然来了防空警报 众人急忙隐蔽 然而狡猾的敌机 为麻痹蒋介石 从柳州外围划过 蒋介石以为敌机不来了 于是提议全体吃饭休息 张志忠送蒋介石上楼午休后 自己也下楼 脱了上衣 准备午睡 突然 他心血来潮 心想 何不打个电话 问问防空司令部 他将电话筒刚刚拿到手 头顶上已响起轰轰的飞机马达声 不好 他立即命令卫士 赶快去把委员长请下来 几个卫士迅速冲上楼 不由分说 从床上拉起熟睡的蒋介石 用军毯一兜 一人提着一只脚就下楼 蒋介石猛的一惊 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破口大骂 娘气皮 不要命了 快放我下来 卫士们也不吭气 只是快步流星的往外走 阳角山附近并没有防空洞 只有一个高仪仗 深仪仗的岩洞 张志忠指挥着卫士们刚刚进洞 九架敌机俯冲而下 成排的炸弹倾泻下来 巨大的爆炸气浪 竟将跑在后面的卫士 冲倒在地上 张志忠不禁脱苦而出 好险 敌机一批又一批 总共有五六十架 轮番轰炸 在岩洞的前后左右 扔下数百颗炸弹 大地颤抖 天地异色 洞内泥土翻滚 卫士们将蒋介石和张志忠 围在最里面 趴在外面的卫士 和随从都被泥土掩埋了 这场大空袭 整整持续了一个多钟头才结束 蒋介石和张志忠拍拍身上的泥土 卫士们各个像土行孙 从泥土中钻出来 文板 今天多亏了你 蒋介石感激地说 张志忠说 韦作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不必客气 下午的会议 是否改时 不 现在就去 有你这样的忠诚 我还担心什么 我亲自主持会议 在机械化学校 蒋介石连续召开了三天的军事会议 当会议结束前 蒋介石宣布 白崇禧 陈城 林卫等一大批人的降机 革职 记过等决定 消息一传出 全军震动 对军技整肃 提高士气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志忠肯负责任 也敢担待事情 有一次 蒋介石外出 看见一辆军用三轮车上 坐了四个人 其中三个是军人 有一个人是穿便衣的 重庆的街道窄 那辆破三轮 摇摇晃晃在前面 任凭司机怎么按喇叭 就是不给汽车嚷道 蒋介石火了 大发脾气 命令 去把那几个人抓起来 侍从副官奉命 去扣押那四个人 蒋介石气哼哼地批示 把三个军人送上前线去冲锋 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 副官把指示拿给张志忠 主任 那个人并没有大罪 怎么能枪毙 但伪作批了 如何能不办 张志忠说 我负责任 把批示交给我吧 说者接过原批 在其后细批道 此人有无死罪 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 依法审讯 这不过委员长认为 一辆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 搭车的又是普通人 一时动了气 并非了不起的事 顶多问问 关几天也就够了 到了第三天头上 忽然蒋夫人宋美玲 将张志忠请去 一见面就问 文白兄 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 这个倒霉蛋 只不过想讨巧 搭乘了三轮车 而伪作认为他不该搭车 所以下令枪毙他 张志忠解释说 宋美玲着急地说 这个人是学校的学生 我是该校的名誉校长 这个人并没有犯罪啊 你想想办法 好吗 张志忠笑着说 蒋夫人 请放心 我已经处理好了 最多关一个礼拜就行了 宋美玲也玩耳一笑 文白兄 那就拜托了 事后 蒋介石知道张志忠 对他批示的事 又做了手脚 但也睁一眼 闭一眼 默认罢了 张志忠一生最大的亮点 是国共谈判 他似乎总是处于 两党恩怨之外的超然地位 与蒋介石 和周恩来的特殊关系 在两党谈判中 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成为著名的和谈将领 张志忠在蒋介石 是从事干了一年半 1940年9月 出任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部长 兼三清团中央书记长 工作平平 不带罪眼 但有一件事情 却身为共产党人称赞 为了国共合作 他下令将在内战时期 蒋介石在围剿 中央红军事办的扫荡报 改名为和平日报 当时有人反对说 万一改为和平日报后 战争又起来了 岂不成笑话 张志忠当即表示 大局非和平不可 国军不能继续作战的情形 你们不懂的 我是很了解的 1941年1月7日 新四军军部 及其所部万余人 在转移途中 被国民党重兵包围 几乎全军覆没 军长叶挺被俘 副军长向英被叛徒杀害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宛南事变 宛南事变以后 由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国共都在寻找缓和 两党关系的新途径 由于张志忠一贯主张 与共产党和谈的立场 长期以来 他与共产党方面保持了很好的友谊 蒋介石又对他十分信赖 因此 他是国共谈判的最佳人选 1942年7月10日 周恩来的父亲周茂晨在重庆逝世 以此为契机 蒋介石派张志忠前往调宴 周恩来对此表示感谢 并请张志忠转告 他希望与蒋介石面谈 第二天 蒋介石便派张志忠与周恩来 董毕武会谈 周恩来要求向延安派回联络参谋一事 张志忠当即表示同意 周还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和廖成志 并再次要求见蒋介石 张志忠同意转达 7月21日 周恩来应邀会见蒋介石 双方谈得较为融洽 蒋介石对周恩来要求 派回联络参谋之事 和指定张志忠 刘斐为代表 与共产党谈判一事 都一一答应 此次国共谈判的地点 就在曾家严 桂园张志忠住的小洋楼里 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 前后历时八个月之久 共产党方面参加人员有 周恩来 董毕武 叶剑英 张志忠对共产党提出的方案 认为应该可以接受 但遭到顽固派的反对 蒋介石为打开僵局 在1942年8月14日 约见周恩来时表示 他将去西安 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 周恩来向延安汇报后 中共中央以毛泽东 患感冒为由 改派林彪去进行谈判 还是没有结果 1943年6月28日 周恩来 林彪等人 乘卡车离开重庆 虽然毛泽东并未接受 蒋介石的邀请 但为日后的重庆谈判 留下了伏笔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 重庆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此时张志忠却忧心忡忡 担心国共重开内战 他积极活动 建议蒋介石与中共重新恢复谈判 在各方的努力下 蒋介石一连发了三封电报 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8月27日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志忠 飞抵延安 迎接毛泽东一行去重庆 28日上午十一时许 张志忠、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飞机离开延安 下午3点37分 飞机在九龙坡机场栩栩降落 晚8时 蒋介石在官邸举行欢迎宴会 第二天 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商谈 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 国民党是王世杰、张群、张志忠、邵丽子 中共是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周恩来住处较远 同各界交往不变 张志忠主动腾出自己的住所供毛泽东使用 在谈判即将结束时 周恩来告诉张志忠 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 张志忠说 恩来 请放心 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 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10月10日下午 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志忠、邵丽子 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 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 同代表一一握手 表示祝贺 10月11日上午九时许 毛泽东在张志忠的陪同下 乘车前往九龙坡机场 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 张志忠特地陪同毛泽东 飞赴延安 当晚 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 欢迎张志忠 兵主尽欢 第二天 毛泽东亲自送张志忠去机场 他在车上幽默地说 我在重庆调查过 大家都说你张志忠 在政治部和三清团 能做到民主领导 也不要钱 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此外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志忠笑着说 何以见得呢 毛泽东掰着手指说 第一 晚南事变时 你和白崇喜吵架 第二 你建议蒋介石与我们谈判 第三 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 扫荡报是江西围攻我们事办的 你要改名字 一定有很多人不赞成 张志忠开怀笑道 知我者 还是毛先生你呀 是年12月20日 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身份 到中国调停国共争端 蒋介石 急招张志忠回重庆 担任国民党代表 中共代表是周恩来 美方是马歇尔 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研究军队整编 统编问题 该小组进行了六次正式谈判 于1946年2月25日 在达成的方案上签字 为贯彻停止冲突 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 三人小组成马歇尔的空中霸王号专机 先后到北平 张家口 太原 济南 新乡 徐州 武汉等地进行检查 听取各地国共双方军队将领的汇报 张志忠与众多的中共军事将领成为朋友 1946年3月4日 三人小组抵达延安 这也是张志忠第三次到达延安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碧席等全部中共高级领导人 都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当晚 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来宾 张志忠坐在毛泽东身边 津津有味地看着轻松 诙谐的央歌剧《兄妹开荒》和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 毛泽东与张志忠还不断愉快地交谈 毛泽东说 在短短半年之中 张文白先生第三次来延安了吧 这在国民党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张志忠说道 你们将来写历史时 不要忘记张志忠三道延安这一笔 毛泽东诧异地问 将来也许还要四道延安 怎么说三道难 张志忠解释道 和平实现了 政府改组了 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 你也应该住到南京去 延安这地方 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愉快地说 是的 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 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 我怕热 希望常住在怀安 开会就到南京 从于毛泽东的谈话中 张志忠看到了 对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 也乐观地认为 国共内战是可以制止的 这时 张志忠被国民政府 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主政新疆期间 他连续向蒋介石去店 请求释放在迪化监狱 被关押的108名共产党员 及其家属 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6月10日 张志忠派新疆警备司令部 交通处处长刘亚哲负责 在一个牌的武装护送下 用专车送他们回延安 尽管张志忠已与沿途各省的省主席 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打了招呼 请妥为照料 但这批共产党人 仍在西安被胡宗南扣留 经张志忠去店说明 胡宗南只好放人 7月11日 这批人才平安回到延安 优优惠